原来我最大的使命 是为元氏集团培养基层的人 我告诉你幸福的 你把这个造什么你 什么你这么配啊 你是真心想帮我的吧 你是不是看别人来说 你特开心特过瘾 这种混蛋 迟早会叫抱起 我就是来了 你走吧 你心滚蛋 从此以后 就要等会儿 我全听你的 鉄道 对 你看 你好 你这样 就是小发现 怎么这样 这么什么 什么 不是 这怎么会这样啊 这怎么会这样啊 好 太细转了吧 这么冷的天 这样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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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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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不好在云洞面前替你说话 你 放手 这是公司 把我扔在三楼车上的事 是你干的吗 没错 我总不能看你 躺在大碗路上了 所以你让我躺在桌上 任人探关 我是要你长个记性 像这种因为喝酒耽误工作的事 下午为例 我亲腿 炎阳 今天这事 是那小人担心吧 揣动他们来怪我 这不是君子作为吧 好 有意思 从今天起 老子哪儿都不去 就待在这儿 好啊 我代表卓业 欢迎你 我要跟你死磕到底 随时奉美 过几天我要出趟差 具体几天还没定 那你儿子呢 让他在家老事儿待着 交给顾清培了 你就这么放心 把他交给一个外人 那怎么办 我没时间管 你又不爱管 再这么放着下去 不知道出什么事 我担心的不是他 是那个顾清培 就你儿子的脾气 谁受得了 把人吓跑了倒是小事 这要万一啊 整出个什么 三长两短了 我看你们怎么 跟公司交的 你可别笑看那顾清培 他要没两把刷子 我敢把小杨交给他 他这人呢 不讲感情 只讲钱 我就欣赏他这点 我真想不通了 你说 他不想去公司 就算了呗 想为元氏集团卖命的人 人多了去了 干嘛非要他呀 再说了 元氏那小子 也没有经商的头脑 更没那兴趣 他去了公司 只能跟你们瞎捣乱 那他是我儿子 小静 不也是你儿子吗 他还小 老老 这些事你别操心了 我自有安排 走了 干嘛 不让人说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忘了 怎么 回自己家 用不着报备吧 今儿子怎么起这么早啊 得上班啊 董事长都早起了 我这个底层员工 怎么好意思说懒觉呢 走了 晚上见 看着没有 这才第一天 吴敬培这小子 有两下 我果然没看错人 江山已干 我性满意 我饿了 我 amo 我饿了 你还真好 我饿了 你还真好 你还真好 我饿了 你还真好 怎么干 我们这才能叫你 我与人生去 我也不是百度百科 你赶紧的 老子一天也忍不了 我知道了 知道了 十分钟一会儿给我回电话 什么呀 怎么了 是不是又忘东西了 嗯 这东西非常重要 我到处都找不到 肯定是落在你那儿了 我就知道 说吧 我给你带过去 一只耳环 水晶带转的 白色六边形 该在 客厅电视柜右边的抽屉里 在吗 在 必须得在 太好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副耳环 今天本来想带来着 而且少了一只 吓死我了 那 那你什么时候给我送过来啊 你要是没时间 我来去练习 还是我给你送过去吧 晚上一起吃饭 老地方 好 那晚上见 来 不客气 我的 不客气 在 好 顾总 路途华菲的项目案 已经发到您邮箱了 好 关于那个议价的部分 等我探完他们的底来说 好的 顾总 顾总 鸭龙那边给回复了 说对我们的体验很感兴趣 可以聊一聊 约下周三吧 时间地点探不定 好 对了 二十分钟以后 让总管部去医抗会 去开会 好的 好的 早啊顾总 以后早到了 可以帮我收拾收拾办公室 倒到垃圾换换水 给学下人物的 身为老板 还为员工拦着走 还好意思在会上 说什么事 笑死人 你终于承认我是您老板了 从今天开始 我会每天定来给你 安排一些工作 做完了按时下班 做不完就加班 加班工资按规定走 还有 我会让总管部 给你安排个工位 要是没有特殊情况 不要随意进出我的办公室 顾总 就不麻烦你费心了 我已经给自己安排了工作 而且每天满满倒倒 根本没空 是吗 什么工作 监督你啊 鸳鸯 这个公司 毕竟信员不信雇 为了防止外人动手脚 我只能受点累 说 顾总 有个陆广来的孙总 说要见您 人已经到会客室了 我跟他说 您一会儿还有个会要开 让他晚点再过来 但他好像很着急 说您一定会见他 好 我知道了 马上过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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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教的 全部都交给你 如果你不想学 可以向袁冬请示 但是 如果你铁了心地要和我耗 那也没关系 因为你根本影响不了我 到头来耽误的 只有你自己 好好想想 孙总 亲陪 不对 现在要改口叫顾总裁 不错 不错 大公司果然不一样啊 这地方 哪是陆广可以比得了的呀 哪有哪有 来 赶紧坐 好好好 有什么事情电话收不了 还亲自跑一趟 其实我这次来 一是想看看 二是想跟你聊聊 北华的那个项目 北华那个项目 我在临走前 已经跟海洋敲定了 但是 你们现在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突然变我 这让我很难办 这都是陆董执意安排的 我也是没办法 不过他说得也有道理 毕竟海洋和原始 完全不在一个级别 有机会 还是得往上盘一盘的嘛 想往上盘 那也得上面的人愿意拉嘛 对吧 北华这个项目 无论从资金量还是产出比 都远远达不到原始的位 所以 合作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这不是派我来找你了吗 找我也没用啊 我们都打听过了 现在原始这一块的业务 就有你顾总在负责 你说了算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才说 这个案子过不了 秦培 没必要这么绝吧 有了新婚 没这么快就忘了旧爱吧 好歹你在陆光也呆了私底 要是没有陆董的栽培 你也到不了今天 一码归一码 我们大家都是出来做事的 玩道德绑架就没一次了 您的意思就是 就是没戏呗 不管我们怎么说怎么做这个面子 您就是不给呗 有合适的项目可以 但是北桓不行 不给 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 您的意思我眼听明白 我会如实转告路途 让他趁早死了这条心 你们 要是有什么疑问呢 可以随时留待 算了 哪敢耽误您的时间啊 今天 就当我没来过 打扰吧 佳佳 怎么了 顾总 佳佳呢 不知道啊 我一直都没看见他 他今天来了吗 好的 没事了 你先忙 好 你干什么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 衣服都脱光了 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 你要睡到什么时候 睡房 马上起来 滚 睡迷糊的时候 你睡的是我的床 起来 放开我 牛兵啊 你他妈太有病了 我早就跟你说过 别从没有排我 你马上给我起来 现在是上班时间 老子爱睡多久就睡多久 辛苦的 我第一天就忍住你了 你起来 那就别瘦了 去找袁总吧 你少给我下头 咱俩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早上有一天 我会让你主动求老爷让我走 行啊 在那之前 你现在还给我管 顾清梅 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我是把我乱急了 我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从现在开始解释 每一分钟都算都迟到 按规定扣工资 扣到你出来为止 按规定扣工资 扣到你出来为止 你要去哪儿 找个看不见你的地方 继续睡 去把熟业三年以来 所有的项目按 时间顺取楼列一遍 被主管负责人 还有 三年里各个部门的人事变动 也整理了 显明离之运 越详续越好 你是在跟我说话 一会儿佼佼会把 所有的资料给你 整理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不明白的 随时请教他 也可以直接来问我 顾清梅 你 从今天开始 你是我的助理兼司机 下班他要送我回家 以后每天 还要去接我上班 顾清梅 你算了吧 让我给你开车 你知道老子 原来是开什么的 老子是开装甲 开坦克 开飞机呢 不是给你拆车的 可是你现在除了开车 什么都干不了 我已经说过 你要是有人不满意 直接去找袁董 跟我讲 没用 好 我给你开 只要你敢做 我给你 Grey 顾总 袁助理的工位 已经准备好了 去吧 明天下午三点之前 把我要的东西整理好 给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袁志愿 你先忙 你有事叫我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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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窥狂啊你 我还以为你喜欢开快餐 我从来不拿命客 最好 来 到前面拐弯的地方停一下 干吗 给你买几套西装 以后上班啊 穿着正式的 我自己会买 比我们招你曾经 不行 我看着你买 现在就买了 你顺发吧 老杨花钱给我找保姆的 你才知道啊 尤其是你穿成这样 特像个叛逆戏的魂晓 看着就难带 最好我表里如意 不像你 死你了 好 你好欢迎光临 两位里面请 拍你们这儿的衬衫 西装 板凳适合上班的 尺寸合适的都来一件 快远了 要不您先去试衣间等着 不用试 不是不行的 您个子那么高 我们这儿的衣服 很可能没有适合您的尺码 这样吧 挑一套给它试试 如果合适了 就比这找杨大 好吧 那您先坐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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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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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怪 你不说话理想 奇怪 感觉这个图片怎么样 你去不过去 您好 要不您先试一下这件 不错 挺适合你的 这个可以了吧 可以可以 相当可以 按照这个尺寸 一样拿一套 别 还是试试吧 这儿衣服还是挺贵的 用不着顾总操心 老子有的是钱 不合身就是不合身 跟有没有钱没有关系 说得对 就像人和人 合不来就是合不来 怎么费劲都白扯 瞎折腾 那这衣服是是 还是不是啊 不是 是 听她的 一样来一趟 好的 领导 现在可以回家了吧 可以 喂 远远 你到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忘了 幸好离得不算太远 我马上过去 好 一会儿见 把车钥匙给我 你自己打车回吧 凭什么 我不是你司机吗 我里开车送你啊 不用了 你可以下班了 明天早上七点半到我家 别迟到 啊 哼 招之急来 挥之急去啊 你还真 那么拿自己当盆葱啊 老子不伺候 我又迟到了 没关系 又不是第一次 我早就习惯了 我早就习惯了 我要把你改掉 好啊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 快吃吧 不然以后胃病又犯了 好 你也吃吧 最近怎么样 有新情况吗 唯一的新情况就是 换了新工作 可后来发现 换来换去都一样 你呢 还是别料我 说说你吧 交 女朋友了吗 灵云 你要是工作上 做得不开心啊 随时跟我说 我来替你安排 干嘛转移话题啊 怕我吃醋啊 你放心 我没那么小气 你要是能找到幸福 我会真心为你高兴的 我知道 因为我想的跟你一样 所以啊 你要是遇上合适的 你就试一试 比你还年轻 还有很多机会 可我想要的 已经不可能 对了 耳环我已经戴不完了 差点又忘了 能给我戴上吗 到哪儿了 下个路口一右转就到了 装备就带了吗 带了 带了 赶紧的 哥 带你看好戏 对付他这种老 你必须改掉 以前的大大沙沙的套路 你用他的招 勇敢的向前 是我耽误你 扛诺能当地龙虎伯伯伯 我麻烦你离我远一点 你都是你 别以为我拉你 没办法 我 我告诉你辛苦了 上级的指示 没必要和你上人 你脱动就好了 对 对不起 对不起 郭总 你干什么你 我衣服都脱了 你说我干什么 他最擅长背后失蹈 我 我也给他打了英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